原本想要去體育館做健身 但已經閉嘴了 不知為何 我現在走到屯門公園 去探望娜娜 各位好,我也是娜娜 各位好 嗨 很厲害,我沒有看過她 我知道大家很喜歡看無謂的東西 看到我鼻子裡有一顆點 好像瘀了一樣 剛才那支粉絲 激勵 所以那是Bruce 算了,我去完美國那段西行 我覺得自己的樣子已經不能再差了 所以現在都應該比起西行的時候 好一點了 剛剛我去維康買東西 看到很多人買很多很多東西 我拍了一個小G式的 有興趣可以去我的IG看看 現在我走到這個V City 外面 你看到 All fences are removed 所有的圍欄被人拆掉 再看對面 你會看到很多噴漆 英文就叫Graphity 另外,後面 我不用後面 就這樣隔離 就已經看到所有的玻璃都碎了 其實看到那個交通燈 是爛了的了 所以我只是在自己走路 我自己的 我來到這個屯門站 你看這個都是爛爛的 設置了Barricade 去擋住人 已經有一個水馬 叫做 你會看到這些 Spilt paint 倒射的油漆 And the fire alarm is triggered 響了,被人打響了 這裡就 Oh, this is Starbucks V City V City 的 Starbucks WOW 你看到這些磚頭 The bricks 你看到為什麼被人弄爛呢 因為它是美心的Franchise Starbucks 後面記著有一個S的 不是Starbuck 不是Starfunk 是Starbucks 才對的 現在那些工人呢 在這裡搞事 其實我在走出馬路 但我不是非法集會的 我只不過想走過 不好意思啊 這裡旁邊的屋圈 都應該未受波及 這個residential area 他說在這裡 應該有人都未知道發生什麼事的 就是昨天 Carrie Lamb 我們的母親呢 就enact了這個 Antimask law 這個舉動呢 就令到大家更加之怒 就搞了這一壇事出來 火上加油呢 英文可以說 Add fuel to the flame 或者to the fire 都沒有問題的 總之就是火上加油 Make things worse呢 就是這些了 我還站著等 等什麼呢 其實都沒有交通燈的 但我看到有人呢 在那裏自發 在那裏自發交通的 自發呢就叫self initiated 這些是一般市民 civilian來的 就不是警務人員來的 警務人員去哪裏呢 在哪裏啊 剛剛走進來這裡 是很大股糯味 酸酸酸酸酸的 好像燒膠味 之後看到原來是優品360 那裡面是黑了 焦了 但是隱藥還看到少少貨在裡面 是沒有人搶糧的 我想 很多姐姐都問 為什麼菜當是會被人燒的 我相信那個target不是菜當的 但原來昨天 有人在店裡 放火 在店裡 接著菜當 這就是 那放火呢 就叫做 Arsenal 正常如果我不拍Vlog 我也不會注足觀賞 但是很多路人 在這裡 注足觀賞 這個場景 因為看到都 不是那麼開心的 我也不會看那麼久的 還有 不知道是不是現在 大家都對相機 很敏感 很怕被別人拍到 一向都是 但可能近來的昏圍 因素呢 很多人看到我在這裡 拍攝的時候 都是用了很討厭 很厭惡的眼神 去看著我這個相機 現在我也是拿著iPhone來拍的 都不是很觸目的 但是已經很多人看著 就是鼻子 到處走來走去 怕我拍到他 那我都明白的 那所以我就盡量走 鏡頭 但我想給大家看一下 到底昨天的事情之後 現在的社區 的community 是怎樣呢 那你見到呢 其實不是那間店都會有事的 那正常常的店 是沒有人搞的 今天仍然照相應驗 馬照跑 今天沒有跑馬 Sorry 沒有照跳 是我只有跳 那一切都很正常的 送很多都可以買的 所以 其實我不太明白 為什麼要在超級市場 不斷搶 因為他們收到很多WhatsApp 那些群組說 那個就收檔了 這裡又不買菜 那裡又沒有東西賣了 明天又出不到街 那大家開始聽到消息 就害怕了 那這時候呢 其實很多消息 在那裡流傳的 What? You gotta judge 你要自己想一下 其實這些消息 可不可靠準不準確的呢 就是要自己process 現在太多資料了 來得太快 給你們白蘭了 好可愛 這個背包 很可愛 這個背包 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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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已經是煎了 已經抹乾了 已經抹乾了 我們政府 毫無法打批 逐步行准备的行为 你做的事情你必須做 你沒有負責責任 當你有時間和機會 是的 你只聽到人家 如果只聽到人家和建築人家 和人家和人家 和人家和人家 你會看什麼 學生拒絕對現在 他們變得很激烈 我沒有承諾 我明白 謝謝你這麼理解 謝謝你和我討論,謝謝Veter 謝謝,拜拜 連一個外國人都這麼了解現在發生什麼事 我真的覺得有些香港人不了解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慘悔 他剛剛跟我說了他住了27年的一個外國人 剛才跟他聊了那些事情 他非常了解香港發生什麼事 剛才我狗結了一會 到底我訪問他呢? 因為他站在那裡等他老婆買菜 我覺得他站在那裡應該有空的 所以勇敢點問他一兩句 通常都是這樣的 很難第一步的 但是你一問了就覺得 其實得到的東西真的多些 只不過他可能說不 No big deal, that's okay 所以大家多勇敢點走出第一步 我反轉了鏡頭原來在這邊, sorry 好了,我到Vlog來這裡應該差不多 其實我沒有打算做個Vlog 但竟然做個Vlog出來 我應該獎勵自己 先喝杯Cappuccino 那我們下集再見 Bye